民进党立委参选人张美慧 政见说明会来到最南区的富里 看到邻近富里的台东池上香 因为池上米和金泉武术变得火红 反观富里一样生产最优质的稻米 一样有美好的农村景致 却没有具体的品牌和文化亮点 张美慧认为这是他当选立委之后 首要努力协助推动与改变的地方 位在花莲最南端的富里乡 是生产优质稻米的故乡 但长年来紧邻隔壁的台东县池上香 打着池上米的品牌 最近几年又因为一颗金城武术 让池上香变成热门的观光景点 立委参选人张美慧表示 富里乡一样生产最优质的稻米 一样有美好的农村景致 数十年来却还是默默无名 他认为富里要创造农业品牌 打造在地的文化亮点 让富里乡也能够活络起来 花莲县的这个最南端的这个乡镇 富里乡其实是非常漂亮 非常优美景致的一个小的这个城镇 小的乡村 但是其实他隔壁的池上 台东的池上似乎在很临近 但是在知名度上富里似乎是远远不足 远远落后台东 其实这个应该也是长年下来 就是说我们没有建立出自己的这个特色的品牌 这包含文化包含人文 那当然农产的部分也应该要再加把劲 所以很多的这个自己特色品牌的建立 在富里乡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希望也因此可以吸纳更多的相关的人士来进驻 让这个富里乡它是很有人文特色 人文就进而可以带动观光 那产业发展 我相信有产业就会有就业机会 那不管是青农二代农或者是乙区来这里的 这个遗址都可以来到富里 让这个人口让这里的这个经济产业是可以被活化 那可以带动地方的发展 张美惠的证件说明会陆续前往各乡镇来进行 除了主要证件内容 他也针对每个乡镇不同的特色与需求 有适宜的政策方向 张美惠希望能够让更多乡亲了解他的参选理念 并且支持他让他有机会能够为花莲做具体的建设 借理会福利箱报道